国民党今天举办第十八次全国党代表临时会 在面对年底五都选战不能输的压力之下 今天国民党的全代会成了五都选举的造势大会 在国民党秘书长金辅聪的操盘下 马总统 马主席今天的谈话十足是选举语言 借此他们痛批民进党过去的施政不利 来强化蓝营的团结士气 胡志强 动算 胡志强 动算 放上象征执政的版图 立刻出现了台湾展示飞翔的图案 符合黄金十年 绽放新台湾的主轴 五都一地底 请五都市长向前行 满久主席更换上了选举衣 与五都参选人拉抬伸势 大高雄 动算 大高雄 动算 外战伞 动算 在满久总统兼任党主席后 这是第二度举行的全代会 面对过去一年接连的选举立委失利的情势 拿主席全代会上刻意拉高峰被炮轰前朝施政不利 我们看到民进党上任 不到一年就情建核四 造成了我们国家至少三千亿元的损失 有的做过行政院长 有的做过行政院副院长 有的做过内政部长 这些人过去八年做了这么多对台湾有害的事情 他们还要来选只想设施党 我实在看出来人民值得去信任他们 大家说对不对啊 对 政治的扮演好国民党主席的角色 马主席实际的选举语言 更让全与全代会的党内同志 连续的详心力 我们希望我们的候选人 好好的去宣导ECFA 我们也要正告民进党 你再反对ECFA 就是跟我们的人民为敌 不同于去年全代会上 马上有主席大刀破口盘党内的改革 今年在金卜充秘书长操盘之下 全代会成了选举肇事大会 在这个只讲给党内同志听的场合 马主席谈话焦点更锁定炮轰民进党 不让全代会有任何选举失分的可能 记得旅行吴家宝台北报道